玩家与朋友179在一片白花树林搭建了他们的白花木屋 并且在屋外圈养了许多洋洋 两个人无比的享受着游戏时光 毕竟上了一个多月学了 终于放假了 可搭建住所还费了大量的木材 所以现在他们还缺少木材用于制作其他物品 玩家一看这屋外不都是云山木吗 随便挥着斧子砍几下都一堆木头 但朋友179却说他们需要一些云山木或者一些云山树苗 而这里只有白花木 所以他们需要出去寻找云山树 于是一场外出探险就要开始了 而玩家二人不知道的是 一场危险也正在悄然来袭 好了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请大家长按屏幕中的这个点赞钮给个三连吧 咱们故事继续 玩家二人背好了外出探险的一些食物和装备便出发了 可两人出去走了没几步便发现了一棵云山树 诶 这也太得来全部费功夫了吧 朋友179说着就拿出斧子开始撸树 而玩家在一旁似乎注意到了异常 那就是这么大一片白花树林 为什么好端端的会出现一棵云山树 玩家虽然觉得有些不太正常 但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他收集了一些云山树苗 按理说现在云山木和云山树苗都有了 也该回去了吧 但朋友179说这些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多的云山木和树苗 虽然玩家不知道朋友要大量的云山木和树苗做什么 但是既然已经出来了 那就多收集一些吧 随后二人又发现了一处沼子 沼子的出现打乱了玩家二人原本的计划 只见玩家二人来到了沼子内 又探索了一会儿后 时间差不多了 天色也不早了 朋友179这时提议先返回住所吧 天黑了也不太安全 只见朋友已经提前踏上了返程的路 而玩家准备欣赏一会儿落日余晖 可就在这时 朋友突然大叫了起来 玩家赶快赶了过去 朋友说他刚才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玩家 巨大的玩家 What 朋友179向玩家保证 自己绝对没有开玩笑 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玩家 类似于巨型埃里克斯那样的体型 但是并不是巨型埃里克斯 他没有看清楚那个玩家的模样 可是福气 就他们两个人啊 怎么可能会有第三个玩家 玩家还是觉得朋友说的话有些不太靠谱 因为自己又没看到 所以玩家并没有在意 眼下最重要的是赶快回家 因为天已经黑了 玩家二人正快马加鞭 朝着住所赶去 可下一秒 玩家却突然停住了 通过放慢玩家的画面可以看到 画面中箭头所指的方向 有一个巨大的面孔 玩家开始慌了 看来地图内真的有其他玩家 玩家赶快告诉了朋友自己的发现 两人也没有多说什么 头也不回地迅速返回了住所 回来后 紧锁屋门 玩家站在屋内 通过玻璃查看屋外的情况 那真的会是个玩家吗 还是说那是一个奇怪的实体 此时朋友179觉得 那应该不是个游戏玩家 他推测他们的服务器内 肯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了 或许那是一个木马程序导致的实体 也或许是服务器被黑了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 总之那个东西很庞大 就像剧型的埃里克斯一样 可剧型埃里克斯 已经被证实是有人恶作剧 这个玩意儿应该也是假的吧 玩家这样安慰着自己 但愿这个巨大的实体 对他们友善 两人待在住所内 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后 依然没有讨论出应对的方案 玩家此时提议 还是先去睡觉度过黑夜吧 朋友也正有此意 两人回到卧室准备入睡 可接着 朋友就在窗外看到了异常 玩家跑过来后 直接不远处 站着一个巨大的史密夫 巨型史蒂夫 玩家还没反应过来 再次看向窗外 那个巨大的实体就消失了 通过玩家的画面可以看到 那个巨大的史蒂夫 应该喜欢吃番茄酱 身上有很多番茄酱 朋友179决定出去 检查一下屋外的情况 想问刚刚的预警 请屏幕前胆大的玩家 将公屏打在我超涌上面 朋友出去后 玩家也紧跟了出去 刚出来就看到了 那个巨大的史蒂夫 就站在屋外 而再看向朋友179 他突然就消失在了 玩家的视野中 玩家急忙地跑过去 发现眼前根本没有空洞 玩家头也不回地 准备返回木屋 接着系统便提示 朋友179退出了服务器 再次回头查看时 巨型史蒂夫又消失了 而此时游戏内的天色 也渐渐破晓 很快白天就要来了 玩家站在屋内 忐忑地看着屋外的情况 而这时系统提示 朋友再次加入了服务器 进来后 朋友告诉玩家 他的游戏出现了一些异常 玩家出来后 离谱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朋友的游戏角色 变得很扭曲 并且朋友告诉玩家 他很难操控着游戏角色移动 看来这一切 都与那个巨型史蒂夫有关 本期视频是有关 巨型史蒂夫的第二期做 在本期中 玩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遭遇到巨型史蒂夫 结局又如何 老规矩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长按屏幕中这个点赞 扭三秒钟支持一下 咱们马上发车 玩家在一处高山上 搭建了一个金河欢木屋 可以看到 搭建完木屋的玩家 非常的开心 诶 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 我今天的游戏皮肤好看嘛 觉得好看的 请在弹幕打出好看 在此之前 玩家收集了大量的金河欢木 但是这些木头的数量 也仅仅只够搭建一个小屋 外加一个屋门 和一个工作台 玩家现在已经没有木材了 所以他又需要出去露树了 由于玩家当前所处的生物群落 隔壁就是沙漠 所以玩家打算去沙漠转转 看看能不能找到沙漠神殿 这不去不要紧 一去竟发现了异常 玩家隐约在不远处的沙子上 发现了红石粉 并且红石粉的旁边 还有个坑 寻找这些红石粉出现的地方 玩家发现 每个红石粉旁边 都有一个大坑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玩家内心感觉 这有点不正常 但是他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 玩家捡起了这些红石粉后 就第一时间赶回来住所 游戏内的天也快黑了 玩家赶快制作了一个物品箱 将收集到的物品 都存放了起来 可就在存放物品的时候 玩家又发现了异常 玩家控制鼠标的光标 在偷拽红石粉的时候 发现名字不对 再次将光标放上去时 我去 怎么变成这个名字了 不辣的 屏幕前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不辣的是什么意思吧 我就不多解释了 不知道的问问知道的 可这明明就是红石粉啊 为什么会突然变名字 玩家有点小慌张了 他决定冒着黑夜 再次返回沙漠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可回来后 这里又出现了新的红石粉 What 这也太离谱了吧 玩家没有多想 赶快返回住所 回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并且屋外也刷新出了许多的小怪 玩家只能先解决掉它们 但玩家无意间回头的时候 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身影 那是什么 通过放门画面可以看到 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身形 可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了 玩家待力当场一时不知所措 好长时间他才缓过神来 天已经很黑了 但是玩家也没有制作窗 连根火把都没有 于是他赶快回到木屋制作了稿子 准备下矿挖点煤矿 前方高能即将来袭 请屏幕前胆大的在弹幕打出1 胆小的在弹幕打出2 麻烦打1的保护一下打2的吧 没一会儿玩家就制作了一些火把 屋子周围也算亮了一些 玩家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但是没有羊毛 附近也没有羊 也没法制作窗 就这样一直等到天亮 也挺无聊的 于是玩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带着火把又返回了沙漠 他想看看那个庞大的身影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过来后一番环视 并没有看到那个庞人大物的身影 玩家怀疑自己可能是看错了 其实压根没有什么庞人大物 都是自己吓自己 随后他决定再次返回住所 可刚到山脚下 便发现了熟悉的Blood 便发现了熟悉的Blood 和一个个坑 而这些Blood出现的方向 正朝着自己的住所 玩家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了 回到木屋时 玩家的木屋已经被破坏掉了 玩家是既愤怒又恐慌 难道这一切都是那个庞人大物干的吗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而游戏内的天色也渐渐破晓 天亮后 玩家又尝试在住所周围寻找那个巨大的身影 而这次 那个巨大的身影出现 这就是 巨型史蒂夫 随后 玩家的游戏角色变得异常难以操控 本期是巨型史蒂夫第三期 这一次是多人生存 玩家与朋友大嘴在住所旁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他们搭建了一个长长的梯子 对这个巨大的深坑进行了长时间的搜刮 每次下去回来后 玩家二人都会把收集到的物资存放在屋外的木桶内 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存了很多的钻石稿 可以推测出 玩家二人已经收获了大量的钻石 很快 游戏内的天眼就黑了 朋友大嘴赶在天完全黑时 上到了地面 玩家二人自打进入地图后 就一直在巨大的深坑与房屋外面的这些木桶之间来回穿梭 也没有花时间去收集食物 以及收集羊毛制作床 朋友大嘴上来 再次存放了自己收集到的物资后 便告诉玩家 他妈妈喊他吃饭了 先退出去一会儿 玩家二人做了简单的告别后 系统便提示大嘴退出了服务器 现在 游戏内仅剩下了玩家一个人 令玩家想不到的是 接下来便发生了奇怪的事 好了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没有点赞的记得点赞 点赞 传点赞 重要的事情说四遍 眼看当下已经天黑了 玩家看着眼前这个巨大的深坑 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因为人都是贪心的嘛 尽管已经收集到了很多的钻石 但是玩家还是想下去挖矿 不过最终 理性战胜了玩家的贪欲 他制作了剪刀 准备去附近寻找杨二 其实玩家二人在地面的住所 就仅仅用原石搭建了一堵墙而已 因为都忙着下去挖矿了 没时间完善住所 所以他将染成蓝色的床 随便放了一个位置 就打算入睡了 一觉醒来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玩家今天的安排 照例是先起床 坐上小木船 滑到不远处的小岛上 看看自己圈养的牛牛们 是否还安全 因为这不仅仅是 几头牛牛这么简单 这可都是香喷喷的食材呀 是可以解决温饱的 在确定牛牛们一切安全后 玩家立刻返回了住所 上到二楼拿了一些小麦 他再次滑着小木船 返回了圈养牛牛的小岛 可回来后 眼前的一幕让玩家愣住了 直见牛牛们都嗝屁了 怎么回事 玩家含着眼泪 先拾取掉落雾 随后在这附近 他发现了大量的红石粉 并且在红石粉的旁边 都有一个坑 玩家一直在寻着 这些红石粉和坑 来到了水边 前面没有路了 玩家决定原路折返 刚回头 不远处就站着一个庞然大雾 我去 那不是巨型史蒂夫吗 玩家下意识地想躲起来 但巨型史蒂夫 一动不动地在盯着他 玩家有点慌了 他打算从旁边绕过去 尽快离开这 幸运的是 玩家赶在天黑前安全地返回了住所 有了前两期视频的经验 玩家知道 遇到巨型史蒂夫 绝对不能有好奇心 好奇心会害死猫啊 还是赶快睡觉度过黑夜吧 再次醒来后 玩家谨慎地观察着对岸 巨型史蒂夫消失了 地面肯定是没有地下安全 玩家打算下入到巨坑中去 刚顺着梯子向下走了 没一会儿 系统便提示朋友大嘴加了进来 玩家赶快上来 告诉了朋友自己的发现 玩家劈里啪啦 说了一大堆 朋友大嘴是一脸懵 因为朋友大嘴 看过前面两期 有关巨型史蒂夫的视频 最重要的是 他每期都点赞了 所以大嘴是相信玩家的 玩家正要和大嘴商量 对付巨型史蒂夫的对策时 大嘴的妈妈又又又 喊大嘴吃饭了 玩家很无语 好家伙 你专挑饭点跟我玩游戏呢 玩家估计是朋友大嘴找的借口 因为他知道大嘴胆子很小 算了 不玩也罢 大嘴刚走 玩家就继续下入到了矿坑中 他决定不到天黑不上去 如果天黑了 他就上去睡觉 然后再下来 这样巨型史蒂夫 肯定不可能把自己怎么着 巨型史蒂夫 总不能也跳进这个大坑中吧 幸运的玩家刚下来 就发现了钻石矿 只爱运气 比欧皇还欧皇啊 随后玩家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又陆陆续续挖到了金矿 反正天不黑 玩家绝对不会上到地面的 可令玩家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巨型史蒂夫的眼皮子底下 玩家在矿洞中再次看到了巨型史蒂夫 这也太离谱了吧 看来史蒂夫已经从那座沙漠岛屿 跨过山河大海 来到了自己所处区域的附近 这该怎么办 而此时游戏内也进入了黑夜 到底上不上去 玩家拿不定主意 不上去一直在这待着吗 玩家是个急性子 等待这种事情 他是最烦了 再三思索下 玩家决定还是冒一次险 他刚顺着梯子爬了没一会儿后 他就再次看到了巨型史蒂夫 就在洞口观察着他 妈呀 玩家现在就像一只井底之蛙一样 可怜弱小又无助 巨型史蒂夫死死的在地面上盯着玩家 不论玩家怎样变坏位置 巨型史蒂夫都在那看着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天亮了 再次看向坑口 巨型史蒂夫又消失不见了 玩家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地面 谨慎地观察着四周 生怕巨型史蒂夫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 在确定周围没有异常后 玩家将背包的物品存放在了木桶中 就在这时 他发现木桶内的红石粉名字变了 又变成了不辣的 我去 也不是吧 又来 这不科学呀 玩家害怕极了 他不断的左右查看确定自己周围安全 结果没想到 那个巨型史蒂夫跑到坑里面去了 站在坑中的巨型史蒂夫 还是死死的盯着玩家 前往高能预警 请评评各位超牛玩家 赶快将弹幕打在 哇超牛上 激活弹幕护体 这么深的坑 巨型史蒂夫是怎么下去的 难道他会使用梯子 我的妈呀 那梯子那么小 它那么大块能承受得住吗 正当玩家不知所措时 系统提示 朋友大嘴又加了进来 玩家来不及解释太多 他直接告诉大嘴 巨型史蒂夫就在坑中 可大嘴走过来后 坑中的巨型史蒂夫消失了 What the hell 这期的巨型史蒂夫在搞什么 有朋友在 为什么他就不出现 没有朋友 他就会出现 看来玩家还是被巨型史蒂夫针对了 玩家搞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 总是会遇到巨型史蒂夫 这下好了 朋友大嘴怎么说也不相信自己了 大嘴最讨厌别人撒谎了 不论玩家怎样解释 大嘴都不相信 大嘴让玩家跟着他 玩家也不知道大嘴要干什么 只见大嘴带着玩家 来到了一处岩浆池旁 他让玩家站过去 玩家战战兢兢的走了过去 再次回头后 大嘴告诉玩家 我们的友谊就此结束吧 还没等玩家继续解释 玩家就掉入了岩浆池 无语的嗝屁了 本期是有关剧情史蒂夫的第四起 刚开局 玩家正在与朋友玩猎人游戏 很显然玩家是猎人 玩家紧追着朋友的脚步 两人穿过山河大海 穿过繁茂的树林 最终 玩家还是没能成功追上朋友巴布 虽然玩家输了 但是玩家并没有感到一丝的沮丧 而朋友巴布虽然赢了 他也没有任何的骄傲字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玩家和朋友巴布是最要好的朋友 好朋友之间从来都知道为对方考虑 好了话不多说 在本期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各位帅哥美女们 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丑 长按视频中这个点赞按钮给个三连吧 一番开心的玩耍过后 朋友巴布提议出去收集食物 玩家愣住了 还收集食物啊 说着玩家就打开了背包 这么多的食物 还收集个什么食物呀 这些食物都够吃一年的了 但巴布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生存最重要的就是食物 这些食物还远远不够 如果你我都想着食物够了 不再需要了 那真的不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有居安思慰的意识 玩家知道朋友巴布在CPU自己 但是呢 他又觉得朋友说的有道理 那就去吧 玩家二人决定收集猪牌 不过可不是用一般的方式去收集猪牌 玩家二人此次收集猪牌的方式 是王为师里的那个方式 嗨嗨开个玩笑 两人收集猪牌的方式是比赛 看谁短时间内收集的猪牌最多 说着两人已经开始动身了 可过了一会儿后 玩家就在附近找不到猪猪了 于是他决定与朋友会合 过来后只见朋友站在一个坑前 旁边还有红石粉 这是什么东西 两人都很疑惑 随后他们在附近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坑 旁边都有红石粉 最终这些坑消失在了一片水域中 两人望着水里的坑一时不知所措 但朋友巴布已经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 他建议玩家还是赶快返回住所 从长记忆 回来后 朋友巴布决定出去上网搜一下 看看有没有相关资料 过了没一会儿后 巴布回来了 他告诉玩家 他上网搜了有关游戏中出现大量坑和红石粉的相关资料 网上说那不是红石粉 而是不辣的 遇到这些坑 说明游戏中有奇怪的东西要出现了 玩家听后是吓得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 还没等玩家缓过神来 朋友巴布接着告诉玩家 网上说那个奇怪的东西很有可能是巨型史蒂夫 what 巨型史蒂夫 巨型艾里克斯玩家知道 巨型史蒂夫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玩家不可思议的一直在询问朋友有关巨型史蒂夫的信息 两人一番激烈的讨论后 朋友巴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们需要回到那些坑旁去侦查 玩家觉得朋友也太胆大了吧 但是玩家并没有拒绝朋友巴布的提议 两人很快再次返回了这些奇怪的坑旁 回来一番观察后 这里并没有什么变化 也没有见到巨型史蒂夫的身影 现在玩家人面临的问题是 要不要顺着这些坑的方向继续探索 还是就站在这儿截几张屏发到网上 可是仅仅靠几张图片 别人怎么可能相信呢 只有真正录下来巨型史蒂夫的样子 才更有说服力嘛 两人再三的考虑一下 决定继续去探险 很快他们便跨过眼前这片水域 来到了对岸的树林中 过来后这些奇怪的坑依然存在 但新的异常出现了 只见这里散落了很多的猪排 看来这里隔屁了很多猪猪呀 两人顺着这些猪排散落的方向 一直朝前探索 天也渐渐暗了下来 两人是越走越不对劲 怎么感觉周围的场景越来越熟悉呢 What 两人竟然顺着这些猪排 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前面观到预警 请凭凭胆胆大的在弹幕打出1 胆小的在弹幕打出2 麻烦打1的保护一下打2的 玩家人都慌了 那个巨型史蒂夫 不会又在屋内吧 玩家怀着忐忑的心 打开屋门 进去后 发现什么也没有 那这是什么情况 巨型史蒂夫会在哪 再次出来后 只听朋友巴布大喊了一声 Come on 走位 顺着朋友巴布看的方向 玩家发现了一个庞然大物 这就是巨型史蒂夫 Oh my god 两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跑进了屋内紧锁屋门 慌乱中 朋友和玩家都忘记截屏了 这不白跑一趟吗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见到了巨型史蒂夫 玩家人只能冒着嗝屁的危险 再一次的走了出去 屏幕前的你 如果觉得玩家很敬业的话 就不要吝啬你们的点赞了 给点一个吧 可玩家出来后 巨型史蒂夫已经不见了 转头看向身旁 不见朋友巴布的身影 接着巴布在消息框 传来了消息 让玩家赶快下来 再次回到屋内后 巴布说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 无法移动 话音刚落 巴布就当着玩家的面穿墙了 What the my 玩家急眼了 玩家赶快拆架 试图出去营救朋友 可接着 系统便提示朋友巴布 个屁了 糟了 巨型史蒂夫出现了 本期日有关巨型史蒂夫的第五期 玩家与朋友小马 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中央 找到了一座小岛 并在这座岛上 建造了他们的小木屋 屋外还圈养了一窝的佩奇 视频开始时 游戏内已经是黑夜了 而玩家两人的小木屋 并没有搭建完毕 但勉强能住 两人在屋外 看着自己搭建的小木屋 犹如世外桃源一般 两人开心的都舞蹈了起来 一番兴奋过后 朋友小马决定继续下去挖矿 而玩家负责完善木屋剩下的任务 如果让屏幕前的你 在这渺无人烟的小岛上 生存一百天 你能做到吗 好了 在本期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咱们该点赞的点赞 该关注的关注 马上发车 游戏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不知不觉中 天就快要亮了 玩家趁着破晓时分 划着小木船来到了附近的陆地上 探索一番 他似乎也不清楚自己要出来干什么 就只是想感受一下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 万物复苏 鸟语花香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因为也只有在MC中 玩家才能让自己如此的放松 当他穿过一片片树林 奔跑在花儿与草丛中 好了好了 别扯废话了 再趁我直接滑走了 别别别 好了咱们不扯了 开始进入高能时刻 玩家在这转用了好长时间后 天色也不早了 他决定原路返回 可正当他寻着来世的路 朝前走时 突然他的屏幕前显示 好像有区块 当玩家走进后 系统面提示 你不能踩这里 What 不能踩 那不就是不能通过吗 怎么回事 这里是有屏障方块吗 玩家赶快在消息框 告诉了朋友自己的发现 朋友感觉很诡异 就在这时 系统又提示玩家 你必须离开 后面是一堆乱码 玩家看不懂这串乱码是什么意思 总之前面的话 玩家看懂了 就是必须远离这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无奈 未来安全起见 玩家决定重新找一条回家的路 但令玩家没想到的是 奇怪的东西出现了 玩家正开心的在草地上奔腾着 突然抬头 在这茫茫的迷雾中 他看到了一个庞大的身影 玩家肯定自己没有看错 那像是一个脑袋 他本能的躲在这树后 赶快告诉了朋友自己的发现 为了看清楚 那个身影到底是什么 玩家冒着嗝屁的风险 朝着前面又靠近了一些 是巨型史蒂夫 What 玩家吓懵了 而此时 游戏内太阳已经归西了 很快就要进入黑夜 玩家顾不得与朋友说太多 他必须尽快回去 前面高能预警 请咱们MC五年以上的老玩家 在弹幕抠个一 MC一年以下的小萌新 在弹幕抠个二 请抠一的保护一下抠二的 玩家本以为自己不招惹 巨型史蒂夫就会相安无事 但是 他错了 玩家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 这里好像到处都有屏障方块一样 玩家似乎被困在了一个屏障内 这该怎么办 玩家慌了 此时朋友小马让玩家不要着急 把当枪锁在位置的坐标发给他 他马上赶来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小马就赶了过来 可两人明明近在咫尺 却无法相拥 朋友小马也无能为力 自己根本进不来 玩家也出不去 随即小马又尝试从地下 看能否挖进来 但也失败了 小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 向玩家道歉 对不起 我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 游戏中传来了巨大的脚步声 回头望去 巨型史蒂夫已经开心的朝着玩家奔了过来 玩家知道自己又要嗝屁了 他只能扭过头去 绝望的等待 本期是有关巨型史蒂夫的第六期 本期是追踪巨型史蒂夫 故事有点长 咱们就长话长说 玩家进入到了迷你世界 呃不是 是我的世界 这粉里包不说是我的世界 我还以为是迷你呢 这是一个生存服务器 玩家是受朋友海卡邀请进来的 海卡说 在他们这个服务器中 遭到了巨型史蒂夫的攻击 他们希望得到玩家的帮助 玩家当然不会拒绝小姐姐的请求啦 于是 故事就此开始 好了 老规矩 请咱们屏幕前的各位新粉老粉们 动动你们尊贵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谢谢了 玩家跟着海卡一起参观了 他们搭建的基地 令玩家没想到的是 服务器内还有一名玩家 竟然是个太空人 橙色太空人在目前这个文理包的衬托下 显得无比的卡通可爱 玩家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文理包了 屏幕前的你 喜欢吗 三人简单的聊了几句后 朋友海卡说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 让玩家先跟着小城了解 这个服务器内发生的事 说罢后 海卡就走了 小城也非常的热情好客 初次见面就扔给了玩家许多的物资和装备 接着玩家就跟着小城来到了案发地 哦不 是事发地 玩家跟着小城穿过了一片树林 走过了一层层楼梯 最终那熟悉的一幕又映入玩家的眼帘 二乘二乘二的坑 以及坑旁边的红石粉 呃不 玩家已经有了前五期的经验 这不是普通的红石粉 而是不辣 而这些坑就是巨型史蒂夫走路踩踏出来的脚印 看来这个服务器内确实有巨型史蒂夫出没 小城告诉玩家 他们这个服务器可以容纳最多100名玩家在线游玩 事发当天 服务器内大约有将近10多名玩家正在游玩 除了小城与海卡 其他所有被邀请寄来的玩家 都见到了巨型史蒂夫 而从那次以后 这十几名玩家就再也不愿意加入服务器玩耍 不知道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玩家听后表示更加感兴趣了 难道这个服务器内的巨型史蒂夫跟自己见到的不一样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小城告诉玩家 可不可怕不清楚 反正他与海卡到现在没见过 玩家大概了解了 也就是说 这个服务器中除了小城与海卡作为服务器的管理员 一直没有见到巨型史蒂夫 而那些被邀请到服务器的新玩家都见到了巨型史蒂夫 这就有点玄乎了吧 玩家推测很有可能巨型史蒂夫是小城与海卡两个人 合伙编造出来狗欧作剧的 虽然玩家心里这么推测 但是他嘴上没说 既然来都来了 那么今天自己就作为新玩家 配合着小城与海卡演完这场戏吧 接着小城带着玩家进入到了住所内 并让玩家打开眼前的物品箱 城里面有一本奇怪的书 玩家打开后 这件书上面写着一堆乱码 他唯一能看懂的就是 Big and Fit 大脚丫 So 让我看这些有什么意义 这能说明什么 我也可以当场写下一些奇怪的留言 然后放进物品箱里 假装遇到了奇怪的事 玩家觉得小城这样的恶作剧招数 简直太low了 不过玩家还是愿意听小城瞎编的 和小城没说几句话后 便告诉玩家他临时有点事 要先退出去一段时间了 临走前 他拜托玩家 一定要帮忙调查清楚服务器内出现巨型史蒂夫的这件事 最好是找到他 好家伙 这套路 怪不得小城与海卡都说自己没见过巨型史蒂夫 合着邀请新玩家进来后 他们就找理由退出服务器 然后开始制造巨型史蒂夫事件来搞恶作剧 玩家觉得自己真是个聪明的小可爱 这么快就识破了这次诡异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 但是 事实真的就如玩家推测的这样吗 巨型史蒂夫真的就是小城和海卡两个人搞的恶作剧吗 玩家想了想 好像一般人动的脑子都能推测出来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屏幕前的大家也都能推测出来吧 所以99%的人都能想到的东西 那么他肯定就不是真正的答案 玩家这次要反其道而行 假设巨型史蒂夫不是小城与海卡搞的恶作剧 那么接下来 玩家就要在服务器内开始调查 而屏幕前的你如果看到这儿了 说明你一定是我的真爱粉 虽然说的废话比较多 但这都是为了接下来精彩的故事发展做铺垫的 好了 让我们跟着玩家的视野 开始寻找服务器中有关巨型史蒂夫的蛛丝马迹 玩家打算对整个地图进行一番探索 他开始对这里的每一间房屋都进行搜寻 同时他也发现了大量的物资和装备 但接下来这个物品箱内的东西让玩家慌了 只见打开物品箱后里面装满了红石粉 但是玩家将鼠标光标放上去时 却显示的是不辣的 OK 不辣的确实是能够证明巨型史蒂夫的第一个线索 玩家还需要寻找其他更有用的线索 他刚顺着梯子准备下到一楼 刚下来 大量的书架旁就出现了一个附魔台 而附魔台旁边有不辣的和小白头骨 What 玩家正想在消息框询问海卡 这是不是他们放的时 突然他发现消息框的聊天记录被清除了 他想起来 小绳在退出服务器前曾给他说过 服务器安装了一个信息清除插件 会定期的清除聊天记录 目的是为了减少服务器缓存 这样能保证服务器游玩更加通畅 好吧 说的也有道理 玩家并没有想太多 他立刻将自己发现的这些奇怪现象告诉了海卡 海卡说的马上就过来 没会儿后海卡就来了 海卡说这不是他们放在这儿的 他说可能这是之前某个服务器内游玩的玩家 被巨型史蒂夫KO掉 这是他掉落的东西 哦 玩家听到这样的解释后表示很难过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听到这个解释后难不难过 反正我觉得海卡这个解释 是在把我的智商摁在地上摩擦呀 玩家就当这一切是巨型史蒂夫干的吧 好了 接下来玩家需要继续探索了 他先检查了服务器内所有的动物 羊羊猪猪牛牛等等 发现他们都一切安全 说明巨型史蒂夫并没有对他们伸出爪牙 这是值得庆幸的 接着玩家又爬到了瞭望台 站在这里俯瞰着整个地图 一番观察后 似乎整座建筑群并没有什么异常 唯一让玩家感觉到异常的就是 前方不远处正在建造的城墙 好像没建造完 为什么会突然停工呢 难道是巨型史蒂夫阻止了他们的建造 好吧 这算是第二个线索 但是像巨型史蒂夫那么庞大的实体 按理说应该会对服务器造成一定的破坏 为什么建筑群看着都完好无损呢 难道巨型史蒂夫比巨型艾利克斯要更加聪明 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作案现场 不管如何 总之玩家已经下定决心 不管这个服务器内到底存不存在巨型史蒂夫 或者巨型史蒂夫是真的还是恶作剧 他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检查这个服务器 地面上探索的差不多了 玩家进入到了地下 可以看到地下被建造的同样很气派 玩家认真地搜查这里每一个物品箱 里面除了一些正常的方块以外 什么也没有 他正准备离开 但是他总感觉漏掉了什么东西 于是他决定再重新搜一遍 这不搜不要紧 一搜异常又出现了 What 刚刚明明这个物品箱内没有书的 怎么这次打开突然多了一本书 前后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屏幕前的大家都能作证啊 这里就玩家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突然多了一本书 如果是有人恶作剧的话 那也最起码能看到人的身影啊 玩家打开书后 上面又是一堆乱码 玩家看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文字 但是有一个单词他看懂了 那就是House 马 难道第三个线索是马吗 玩家赶快找到了马隽 果不其然 在这里的物品箱内 他找到了一本新的书 打开后 上面有三个英语单词 他看懂了 NOT House 以及Underground 这本书上面的意思是 线索跟马与地下无关 什么玩意儿 可这玩家在地下发现的那本书 和马卷旁边发现的这本书 压根不是线索 玩家感觉自己被耍了 所以自己在这找了半天 找了个寂寞 玩家有点不耐烦了 别说玩家不耐烦了 屏幕前的大家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耐烦了吧 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到这儿 可能还一脸懵 不知道讲的是什么 总之你们就记住 玩家找了半天的线索 就找了个寂寞 玩家冷静了一会儿后 决定还是继续找下去 这就像密室逃脱一样 很烧脑 但是只要追踪到巨型史迪夫 一切都值得 说着玩家又下入到了矿洞内 他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剑 他谨慎的在地下矿洞中来回穿梭 生怕遗漏掉什么线索 这个服务器也真不愧 能容纳一百个玩家同时游玩 这建造量绝对不是一两个人 一个星期就能干出来的 就算让迪哥一个人 最起码也得半个多月吧 玩家穿过了一个长长的矿道 接着他发现了大量的黑钥匙 玩家推测这些黑钥匙 应该不是自然生成的 很有可能是之前的玩家在这里想制作下界传送门留下的 玩家继续向前探索 令他喜出望外的是 巨型史迪夫的脚印再次出现了 找了半个多小时 就是为了找到巨型史迪夫的踪迹 现在终于又再次找到了他的脚印 玩家是既兴奋又紧张 看来巨型史迪夫来过这 抬头看了看上方 这个体型绝对不是一般的大 要不然根本称不上巨型 玩家开始有点相信 巨型史迪夫是真的存在于服务器内了 他赶快将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坐标 发送给了还在服务器内的海卡 两人很快便来到了巨型史迪夫脚印的上方 在这里 俯瞰着眼前这个巨大的洞 玩家二人都可以想象到 这个巨型史迪夫当时在这里的情景 随后更多的脚印在附近出现了 玩家二人顺着这些脚印 一直追到了河边 脚印消失了 线索再一次的断掉了 玩家后续能否成功追踪到巨型史迪夫的踪影呢 本期是追踪巨型史迪夫的下半部分 玩家在上期发现了巨型史迪夫的足迹 他赶快叫上了还在服务器游玩的海卡 两人一直寻着这些大脚印 最终这些脚印消失在了水中 巨型史迪夫现在会在哪呢 玩家两人谁也不知道 他们只能站在眼前这个巨大的洞口 在脑海中无数次的模拟巨型史迪夫当时的场景 就在这时 朋友海卡告诉玩家了一个坏消息 海卡说 这个巨大的洞并不是在玩家进来之前就有的 而是玩家进来之后才有的 因为海卡说他之前来过这里 这里并没有这么大的洞 玩家听了之后震惊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洞是近期才被挖出来的 那么巨型史迪夫现在应该就在服务器内 这也太疯狂了吧 玩家虽然有点恐惧 但是他一想到可以见到那么大的一个奇怪实体 想想就有点小兴奋 玩家此次加入这个服务器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巨型史迪夫的踪影 如果能找到巨型史迪夫 那么本期作品绝对有看点 我相信屏幕前的大家也会疯狂的点赞 如果找不到 那不就水了一期视频 玩家已经迫不及待要继续寻找史迪夫的踪迹了 好了 在本期高能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咱们正式发车 玩家跟着 过来后 两人在不远处的沼泽区域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那应该就是巨型史迪夫了 两人快马嘉宾 依靠着火把微热的光亮 赶过来后 那个巨大的身影已经消失 但是看到地上巨大的脚印 玩家确定了 那就是巨型史迪夫 两人一直寻着这些脚印 朝着沼泽内探索 可找了好长时间 还是一无所获 两人已经打算放弃了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巨型史迪夫出现了 就在月亮升起的方向 随着这个巨大的身影转过身来 这就是巨型史迪夫 玩家已经忍不住大叫了起来 巨型史迪夫好像也发现了玩家二人 接着他就站起了身来 开始朝着玩家的位置赶来 两人是撒腿就开始逃跑 这也太刺激了 本来是追踪巨型史迪夫 现在反倒被巨型史迪夫追击 玩家与海卡投也不回的 一路飙到了屋内 紧锁屋门 海卡吓得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 两人正待在住所内不知所措时 太空人小称 此时加入了福气 而与此同时 巨型史迪夫已经出现在了屋外 不过目前还并未发现三人躲在哪 不过下一秒 巨型史迪夫就转过了身来 看来是发现玩家们了 三人再次开启了紧张的逃跑 他们一路逃到了未建造完毕的城堡这儿 而巨型史迪夫现在正在破坏着玩家们的住所 很快 巨型史迪夫便又发现了玩家三人的位置 他正在朝着城堡赶来 又要开始逃跑了 玩家本想上去硬钢 但是海卡和小绳告诉玩家 如果被巨型史迪夫追上 那么自己的我的世界账户就会被注销 What 要知道 玩家自己的moncraft的账户 可是真金白银买来的 他可不愿意失去这个账户 所以玩家打消了与巨型史迪夫对抗的念头 三人跑呀跑 跑到了外婆桥 呃 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一个新玩家加入了服务器 刚进来他就在信息框发出了消息 询问玩家们 这个服务器安全吗 还没等玩家三人回答 接着新玩家就赶快退了出去 因为他直接出生在了巨型史迪夫的身边 看来这一直待在主世界也不是办法 巨型史迪夫总能找到他们的位置 玩家提议不如去下界试试 下界应该会安全 三人说走就走 很快便来到了下界 这下巨型史迪夫应该下不来了吧 除非他也会建造传送门 但是像他那样庞大的体型 那得用多少块黑钥匙啊 目前来看下界一切安全 三人开始在这里讨论对付巨型史迪夫的对策 既然巨型史迪夫能出现在游戏中 那他肯定有出生点 如果把他的出生点破坏掉 那他不就无家可归了吗 那他不就是个孤独的孩子了吗 这样我们趁机给予他关爱 他不就会回心转意变善良了吗 玩家听海卡这么说 这简直太有道理了 屏幕前的你觉得有道理吗 三人说干就干准备拼一把 可就在这时小程又大叫了起来 再次回头巨型史迪夫已经来到了下界 我的妈 巨型史迪夫竟然能通过传送门进来 他这么大块是怎么进来的 这不科学呀 玩家集中生智 我们可以将巨型史迪夫引到岩浆中 看看能不能用岩浆送他嗝屁 巨型史迪夫果然还是没有玩家聪明 竟然真的掉到了岩浆池中 浑身都冒烟了 还依然活蹦乱跳 看来岩浆对巨型史迪夫是无效的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先跑再说呀 玩家三人只能在下界四处乱窜 不知道跑了多久后 再次回头 巨型史迪夫好像卡bug了 一直卡在那儿动不了 玩家靠近后可以看到 他正在挖洞 就趁现在赶快逃跑 三人开始朝着脚下挖 玩家三人已经挖到了基岩区域 这里已经很深了 但愿巨型史迪夫找不到这儿 三人决定挖三个通道 如果巨型史迪夫来了 就分别朝着三个方向逃跑 分散他的注意力 然后成功逃出去的那个人 先回到主世界 随后将传送门破坏掉 接着剩下的两名玩家 用指令传送回去 好的 就按照这样的计划进行 三二一准备行动 可就在这时 玩家的屏幕开始发生了故障 下一秒 这里就被巨型史迪夫挖了个大坑 巨型史迪夫出现了 看来A计划已经行不通了 那就将计就计 实行B计划 那就是利用巨型史迪夫 庞大的体型和重量 玩家不断地在巨型史迪夫周围周旋 让巨型史迪夫踩碎这些基岩层 最终掉到虚空中去 游戏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玩家不断地走位周旋 最终在三人的合力下 巨型史迪夫成功地掉了下去 接着系统提示 巨型史迪夫嗝屁了 玩家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击败了巨型史迪夫 这也太帅了 本期视频有的吹了 如果这样 屏幕前的大家还不给点个赞的话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三人随后回到了主世界 而他们的住所 也被破坏的断壁残垣 不过没关系 生活依然美好 玩家决定帮助海卡和小城 一起修建他们的服务器 而从此后 玩家也成为了服务器的一名管理者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